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本系列void的教程都是免费的 希望大家能够一键三连点赞支持 然后我们来讲解一下 这个void的本节课的一个内容 首先有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知识点 我们会讲解如何使用AI技术 去给这一个void的简单的一个建模 然后我们会讲解如何将 就是这样的一个建模的一个模型 给它导入到blend里面去 那么这就是本节课的两个知识点 那么关于这款软件的一个下载地址 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你的一个系统版本 进行一个下载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 这样的一个AI建模技术 在实际的一个使用 首先我们还是导入一张图片 然后对它进行快速的进行一个切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快的 就可以从这样一张图片 变成这样的一张图片 然后我们把这样一张图片给它保存 然后再对它进行放大以及细节上 比如说你喜欢这一张 好我们把这张保存 然后我们再对它进行一个修复以及放大 然后我们再把这样的一张图片给它导入到人物中 好现在我们对它进行放大 那么我们点击这里啊 将这张图片给它导入进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件服装的一个效果 那么关于这件服装的这个效果的话 比方说啊 就是如果你觉得这里还有一点缺陷的话 你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修复工作 如果你觉得这个图片还是不是太清晰 同样的你可以继续 使用这样的AI技术进行一个放大 包括这里的一个颜色 那么它同时会在这边会显示 同时在这边它会显示 比如说你把这里给它涂一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就是这个腰带啊 其实也就是这边的一个内容 你只需要使用这个AI技术 把这里的一个腰带给它快速的去涂抹 成这里一个你想要的一个颜色 那么就可以了 那么包括这里的一个内容啊 它是在哪里呢 它是在这边啊 你可以把这里给它弄成一个白色 以及这后面的这个内容 如果你想修复的话 其实使用AI的话 它是很快的 你只需要把这个内容啊 这个区域给它上成这个白色 那么就OK了 然后关于这个衣服的一个细节 你再进行一个微调 那么一件衣服的罐 大概只需要啊 这个5到10分钟就可以完成 那么观看我这个视频的朋友 有很多都是一个新手朋友 那么我们还是去从头开始讲解 这一套系列课程的一个内容 那么本系列课程还是全部免费的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支持 那么首先你需要下载这样的一个软件 那么这个软件的话 我会把这个连接发布到这个评论区 然后下载完毕之后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软件进行个运行 那么运行之后 你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界面 那么同样的 你只需要点击这一个一键开始即可 那么关于这个软件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操作 那么我的这个系列课程都是有免费的 这样的一个支持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软件之后啊 然后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 我们要使用这样的一个图生图的一个功能 我们首先啊 还是使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的一个地址 同样的我会发布到这个评论区 大家直接到评论区领取就可以了 然后啊 我们在这里输入这样的一个提示词 我们导入一张衣服的一个图片 那么现在我们是以刚才的这一个衣服为例 我们首先这一个提示词 这一个提示词是必须要输入的 也就是这个 然后其他的这个提示词的话 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需要性一个输入 比方说裙子连衣裙 因为他这个肯定是一个群 对吧 一个连衣裙之类的 然后呢 我们啊 其实实数完之后啊 这个我们看下面的一个设置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图生图啊 我们在这里设置为井调整大小 然后我们啊 这个采样方式都可以选择默认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重绘尺度啊 重绘尺寸给他设置为1024的一个比例 然后我们这个重绘幅度是0.85啊 可以设置为0.5到0.85之间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按钮 就能快速的得到一张新的一个图片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啊 如果你觉得效果不好 比如说这里啊 你你想要修复或者是去掉 那么也是可以的啊 也是可以的 那么现在我们还是先把这一张图片 给他导入到这个软件中 我们将这一张图片给他导入到软件之中啊 我们发觉他的这个整体效果 其实还是OK的 那么我们只需要稍微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图片 放大 以及这样的一个图片修复即可 比方说他这个图片的这个花纹啊 对吧 这个有点看起来很模糊 那么这都是可以通过AI去进行放大 因为我们现在啊 这一件衣服的一个效果是EK的一个图片 那么我们要得到完美的一个图片 至少要到4K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我们还可以对他进行放大 那么放大 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后期处理的一个功能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Creator AI啊 去进行放大 我们将这张图片导入进来 然后这里有一个缩放比例 那么现在我们是这个 我们可以先设置为一个R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样的一个生成按钮 他会很快的进行放大 但是在Stable Defection中啊 你放大的话 他是基本上不会对这样的一个图片内容进行一个修复 比方说啊 这里啊 这里一个花 对吧 他如果长缺的话 他是不会修复的 好 我们放大之后 可以把这个图片啊进行保存 保存保存之后 我们再把这张图片给他导入到软件中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片 他就是一个RK的一个效果 那么他不再是这样的一个模糊 那么我们这样看 可能会没有这样的一个明细对比 我们可以把这个给他隐藏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对吧 我们先给他点击一下 我们看到 可以看到他这个花是很模糊的对吧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给他隐藏 我们再开启这个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花 就能看到他的这个花的一个样貌 那么这就是放大图片之后 对整件衣服质量提升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需要安装这样的一个插件 那么根据你的Bland的版本啊 去进行一个下载 那么他这里也写明了这个版本号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编辑 编号设置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从磁盘安装 那么找到我们下载的这个插件 然后我们点击安装其可 安装完毕之后 我们就可以将这样的一个人物 给他导入到Blender里面去